台湾人对Sushi有误会 大家好,我是Klas,大家好,呀吼 今天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就是Sushi的事情 日本人很喜欢Sushi 我Sushi就是我的天堂 但是呢,有可能不少的台湾人有误会 所以,我今天想要告诉大家 Sushi,我知道一家很好吃的寿司店 要不要一起吃 真的吗?我想吃 哇,没想到台湾也开一只很好吃的寿司 我很期待耶 对啊,真的很好吃,一起吃吧 哇,真的很多人呢 对啊,这家店是全家的很有名 然后很受欢迎的一家店 哦,来了哦 Sushi,好期待哦 就是 怎么了?Sushi啊 尽量吃,尽量吃 啊,还有来了这个 当然还有其他的吧 这个是 Sushi啊 看起来很好吃吧 请吃,请吃 尽量吃 嗯,就吃 嗯 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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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们对本人说要吃寿司的时候 吃的是 握 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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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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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沒有稻荷壽司跟熊捲的壽司嗎? 嗯...有 你應該... 不對! 沒有一個日本人就去很好吃的壽司店 然後一直吃稻荷壽司 或者是熊捲的壽司 那個是配角 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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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今天來的時候很開心 就很想吃壽司 然後我的嘴巴裡面已經是壽司的味道 然後很想吃壽司 很想吃壽司 然後來的時候 稻荷壽司跟熊捲壽司的時候 嗯...這個也不是壽司的那種感覺 所以那個那種真的 然後是很難 嗯... 算了 沒關係 大家知道了嗎? 所以我們講壽司的時候是 那個我壽司就是 壽司 我們的壽司等於是我壽司 不一樣 我們不一樣 還有順便一個 台灣人吃芥末的時候就這樣子 變成看起來水泥 你是泥公嗎? 海鮮冬的時候我們也會這樣子喔 然後這樣 這個是OK 還有一件事情 台灣的有一些店的 哇塞比的顏色 非常奇怪 那個是螢光筆的顏色 欸!這是什麼? 這麼的 漂亮亮的 這是哇塞比 欸! 然後上一次我去那個 回轉壽司 嗯... 苦辣寿司 的時候 很多粉絲跟我說 好吃嗎? 這樣子問我 我覺得很好吃 嘿 其他的回轉壽司的店的話 我沒有去過 所以我不知道 嘿!今天就是這樣子 應該有一些台灣人 有誤會 事情是什麼 那範圍呢 有可能是我的朋友 而已的問題 嘿!那就這樣子 下次見囉 掰掰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大家多多訂閱 Kloss的Youtube 請按讚然後分享 我有Facebook的粉絲 但也有Instagram 請大家追蹤一下 掰掰 請大家分享 請大家分享